我刚马上就要来视察了 你把手头工作整理明白 有什么不平的地方赶紧告诉我 好的 去忙吧 程长 程长 怎么 你找我 进来吧 怎么 是落榜了吧 我是第三名 我们这次就招两名 你这第三名和最后一名是一样的 但我其实应该是第二名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有人走了后门顶替了我的位置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们这次招聘 是面向社会公正公开 那都是经过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的 最后决定录用谁 还不是您说了算的吗 姑娘 这我理解你落榜的心情 这情绪上可能一时难以接受 但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吧 我是有情绪 不过不是因为落榜 而是因为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不公平了 王霞是谁啊 那天面试的人我都记得 我就是没有见过他 我不认识 我这有事吗 你出去 厂长 我觉得位高权重的人应该有更高的觉悟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人人为情 那共产党毛主席打下来这个天下有什么意义 还不都毁在你这种人手里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这没凭没据的就不能污蔑人 有证据啊 王霞就是人证 你敢不敢把他叫出来当面对峙啊 王霞和你什么关系啊 你出去 我才是第二名 你出去 出去 我还就不信了 这世上就没降临的地方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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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买这么多菜啊 送你两个行了 够了 人一高兴了就吃得多 你们别管了啊 妈妈 你这正在工能比过年还夸张呢 这可比过年哪 让人高兴 去吧 老爸收拾一下桌子啊 好嘞 爸 你只能倒一点点啊 你不能喝太多酒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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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他家 没事 今天 今天高兴 来 爸 我给您倒 来 来 来 给您倒上 好 来 舒蓉 你这辛梅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没跟你说去哪儿呢 她呀 落榜了 心里难受 出去散散心 这可以理解 成果 回头你好好劝劝她 以后这种机会有的事 是 辛梅她个性的 她就是要强 那个 妈 舒蓉 今天高兴 亲场了 都得喝点啊 对 舒蓉啊 今是草子 那是大事 对 得好好喝两杯 来 来 来 我来先敬爸妈 好好地庆祝一下 来 还有哥 还有哥 啥呀 这酒杯 这酒杯 新门回来了 快快快 快进来 我等你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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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明明考上了 是有人走后门顶了我的位置 尝尝她承认了 她当然不承认了 那不承认又怎么着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我要举报她 我都不承认 树荣能进肠子 那也是我们托了好多的人 好不容易才得到机会 以后这样的机会还有的是 等有了岗位让你去面试 你放心吧 那到时候有机会了 那还是有人走后门怎么办 不会每次都有人走后门吧 我不管 我不要等以后 我就是要现在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先吃饭 先吃饭 去买 叔叔 叔 叔叔好 白衣好 试试试 子伯啊 来来来 一块吃点吧 不吃了叔叔 我刚吃完 那个叔叔 你出来去 我有事找的 什么事啊 你出来就知道了 我 那我出去一下 快点回来啊 好 什么事啊 干嘛呀 还谁这秘秘的 干嘛呀 叔叔你把手伸出来 你要干嘛 有这八成啊是 你哥 知道叔叔进场子了 过来特意庆祝一下 我不想吃了 要强 你干嘛 别动别动 你去 你去 你就看你手腕有多粗 我手腕不粗 行了 叔 我知道了 坐啦 好 这么神神叨叨叨的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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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上班 快 那你你你 上班 上班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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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别这样了 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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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Gam 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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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部 你想呀 你想呀 这水啥也麻药一个人是 这姑娘怎么这么聚业呀 躺着跟人死了一个人 哎呀 小王 小王 程长 你叫我 你赶紧去找那姑娘给我拉索 这领导马上就到 看这算怎么回事 是 我告诉你啊 你寒也没有用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对不对 哎 就你这些人能搞出什么事呢 你想想 这世道哪有蚂蚁把大树给推翻的时候 和和气气的 说不定啊 还能在树上掏个洞啥的 是不是 哎 这有吃有喝的 你何必呢这 你凭什么为我好啊 我认识你了 走开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想道理啊 长长任人为亲 军属奖礼无门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长长任人为亲 军属奖礼无门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长长任人为亲 军属奖礼无门 啊 哈哈 我伤心能干吗 你要让我走 我叫你不走 我叫我走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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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是牛 我就不该打你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下去问问情况 好了 师弟 别打了 别打了 这牛牛打你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这咋子啊 干什么 师弟 你干什么 打他了 你们干什么呢 都搞多快 你知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这影响多不好啊 你是领导是吧 领导 厂长 验人为妻 不公平 你要替我做主啊 不公平 干什么呀 大人 都在啊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我被服装场录取了 我本来以为这事呢 没那么快能解决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啊 在厂门口 遇见了一个更大的领导 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况 跟那个大领导说了 他就替我做主了 舒荣 你记不记得 我就跟你说过 那个第一名的王霞 我没见过他吧 大领导就查清楚了 这个王霞就是 那个厂长的亲戚 就是走了后门的 所以呢 那我们的这个大领导 就把那个王霞 第一名的资格取消了 我这第三名 就变成第二名了 我就被录用了 行 回 回屋就行 怎么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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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抓我袖子 已经拉了一个了 你别把我这个袖子 也坠落了你 你怎么回事啊 我跟舒荣都考进厂里了 这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 一个两个拉这个脸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双喜临门呢 你进去了 舒荣下来了 怎么可能呢 他不在名额里吗 给你做主的那大领导 一查 另外查出来厂长 跟咱们家有关系 认定舒荣也是走后门进去的 有什么关系啊 厂长是爸的学生 这样啊 那我不知道啊 舒荣也没跟我说 你们谁都没跟我说啊 那要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大领导 我去跟他说 舒荣是凭自己 真本事考进去的 不是靠关系进去的 行了 我求求你 你可别闹了 你跟人说人家能信啊 你是谁 你是人家领导 人家还得听你指挥 所以现在你们全家 都怪上我了是吧 怪我上去了 把舒荣拿下来了是吧 我还真奇怪了 舒荣她到底是不是 凭自己真本事考进去的 要这么说 我赵新梅才是 名副其实的第一名 行行行 我才是凭本事考进去的 好 行行 不管谁是第一名 你先在屋里待着 别出去 赶紧把你一个石头神 什么样的风里有气 我再风里有气 我也是第一名 好